国务院国资委昨天召开了通缉会 那么通报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前面节目中间给大家曾经提到过的 就是中央企业经济运行的情况 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的情况 国资委的副秘书长彭华港表示 一加N政策体系基本已经建立 目前已相继制定出台了14个专项改革意见 或者是方案 一共有14个 还有8个正在旅行 相关程序 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在改革试点方面 国资委将积极开展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 中良集团国投公司试点工作继续深化 陆续将21项权力归位于或授予企业 在此基础上 选择成通集团 中国国新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 选择神华集团 宝钢 武钢 中国武矿 招商局集团 中交集团 保利集团七家企业 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集团层面 重组步伐也正不断加快 五组十家中央企业重组工作 正在积极推进 还有几组重组工作 正在酝酿之中 中央企业户数 年内有望整合到100家之内 抓紧做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的设立工作 优化调整国有资本结构 同时 加大中央企业集团层面的 四个百分点 实现增加值三万亿元 同比增长2.2% 主要经营指标 稳中向好 好 国企改革 现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很细化的一个方案出来了 之前我们说这个国企央企的改革 大家都在猜 先做哪个后做哪一个 对吧 去年这个南米车一合并 成了中国中车 最后被市场 当然这是市场有点过热 结果把它炒成了中国神车了 但是改革的红利 毕竟是在企业的基本面 包括我们政权市场中间 都会有所体现 那么在现在相对于理性的 相对于温和的一个市场中间 那么改革这块 涉及到的央企 涉及到的一些具体的 国企央企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对市场会不会有比较重要的变化 影响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非常大 首先我们看到在目前 整个央企所占在整个A股市场所占的比重 一个比重是非常大 数量相对来讲也比较多 因为我们在主板市场 在央企所代表的 它的整个在市场上面的一个影响力 应该讲都是靠前的 所以它的改革可能会涉及到 包括它的投资 包括它的运营 以及收购兼并 实际上市场一定都会给予一定的响应 再说央企它的这样的一种改革 就是这种国企的这种改革 实际上它有更多的是什么 它都有一些政策上的效应 那么这种政策效应 也就是它的重组 就是它的这种改革 一定是能够进行到底的 一定是能够 能够在市场上 是可以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种最终的落脚点 或者最终的结果 就像我们看南车北车 它最终是一定是能够成立 这样的一种 就是它的最终的结果 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我在想央企这样的一种重组 可能更多的会给市场一种提示 也就是说我通过重组 兼并通过投资 通过运营 我一定会把我的这样的一家企业 包括下面的一些上市公司 它一定是能够带来一定的业绩上的效应 会体现出来 那么这种业绩上面的体现出来 那么投资者 包括我们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实际上他就能够大胆的去参与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市场的反响一定是非常之大 所以大家也可以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选择自己 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去参与 好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开盘 我们就是说 如果今天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反应了 投资者的参与上面的策略是什么呢 是等他冷一冷 就是毕竟热过以后 他按照市场规律 他肯定是要回落 或者说整理一下 那个时候去参与 还是在第一时间都 就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点 那我在想 首先像这些国企的这种改革 有很大一部分 因为全程度比较大 那么全程度大 所以它的对指数 在今天的反应当中会比较强烈 那么并且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去参与的话 那我是想可以是分批建仓 对吧 也不要一下子今天 因为它可能市场反应过度 它可能还是有回调的要求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 这个长期的 或者说阶段性的去建仓 也就是说你不要今天 像有时候 这个市场 我们看到A股市场 它也会出现 一日又或者说 出现一种 就是建立好 主力出逃的这种现象出现 但是呢 作为一个看好这个板块 看好国企改革的 那我想 我们的建仓 还是能够在什么 在回调的时候 在让它相对冷却的时候 但是从中上级角度来讲 这类板块一定还是 能够体现 能够给大家一个 比较好的这种回报 嗯